让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今天要看澳洲NEC这道题 现在这里有个正六边形 里面有一个黑色三角形 想要问面积占全部的几分之极 先让我们用Jogiba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M点在这个ED上 正六边形 上面这条边ED跟这个AB呢 其实是平行的 所以我在这边拉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什么高都一样 好那我们就把它拉到一个比较好算的地方 拉到旁边 拉到旁边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问什么 这个绿色三角形占六边形的几分之极 好那我们呢 再把这三角形做个这个切割 我们呢先选一下呢 这个正六边形的中心点 那我们呢 再把这三角形连起来 那连起来之后 我们呢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粉红色这块 其实是占什么 占这个六边形的六分之一 那旁边这块呢 跟粉红色 它们的高一样 所以呢 它们的面积也一样 所以整个大蓝色就是粉红色的两倍 因此呢 这个整个大蓝色 就是这个六边形的六分之二 好 所以简单的总结 黑色就是这个蓝色 那蓝色呢 就是占六边形的六分之二 也就是答案是三分之一 只要是一个比较的三分之二 我们一起参加 红色的八斤 我们一起参加